好 带您来关心天气了 中央次项署表示 这一周的天气前施后干 受到封面行程影响 周一起全台犹豫 那么周二东北季风来袭 又湿又冷预计影响到下周四 那么周四逐渐转干 花冬低温落在周四到周五的清晨 那么周末各地将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也提醒民众了出门外出要携带雨具 也留意日夜的温差 由于华南云雨区封面在台湾附近行程 周一起全台犹豫 周央气象署表示 本周天气前施后干 周二周三两天水气增加 又与六日周三水气较多 周三五后转干冷 深夜辐射冷却发微 至周五清晨 花莲预计下炭到15度 提醒民众留意日夜温差 5号 6号 7号 整个高压会出海来影响我们 然后8号的时候高压就已经离开了 然后9号 10号 11号的时候 基本上在台湾附近 比较没有像 没有什么系统再出来 然后整个环境场大概吹得 就比较偏东风到东南风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周的温度变化的情形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 5号 6号 7号 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花莲这个地方 下雨的情形会比较多一点点 然后7号开始 温度会降得更低一点 然后早上温度大概到16度 低温大概16度一个情形而已 然后8号的时候 清晨还是会比较冷 然后开始白天就开始温度上升 然后到9号 10号 11号 大概就是一个比较晴朗 有点多云 然后局部地方因为在淫风面 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所以这一周看起来天气 就是5号 6号 7号 天气可能比较阴湿一点 湿冷一点点 然后8号开始在这一周 大概是应该是算在花莲这个地方的 天气应该是算蛮良好的一个情形 周五因东北季风减弱关系 水气减少 白天气温明显回升 东半部仍有零星短暂雨 预估周末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稳定天气 提醒民众周四五转干 清晨容易有辐射冷却影响 有心血管疾病年长者 要留意日夜温差带来的身体变化 适时穿着保暖 记者蒋方月华临时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